今天介绍1976年翻拍的奇幻电影《金刚》 之所以是翻拍 因为它的剧情和1933年拍摄的《金刚》几乎一样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来经典 看看第一部彩色版《金刚》有着怎样的表现 故事开始 一艘邮轮正在开往未知海域 船长迪菲是一名油矿老板 这次出海行动正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新的矿脉 菲蒂认为只要穿过雾起就能进入所谓的骷髅岛 骷髅岛的地质非常特殊 温度差异极大 海迪经过35年的演变 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雾起掩盖了岛屿的样貌 让骷髅岛变得无比神秘 突然一名男子却打断了会议的进行 杰克根据自己动物学家的经验 推断岛屿可能有巨人的存在 众人却丝毫不相信 几天后他们在无边无际的大海 发现了一个救生艇 上面却只有一名遇难者 苏醒后的女孩声称自己是一名演员 她所乘坐的游轮在几天前遭遇了暴风雨的袭击 就这样女主安妮成为了科考队的一员 随着十几天的行驶 他们终于来到了骷髅岛 经过雷达的勘测 大家一致认为在雾起的后面的确存在一片岛屿 不到十人的小队便乘坐小船开始了探索 一行人跋山涉水寻找所谓的油矿 没过多久便有了新的发现 一座围墙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而男主根据围墙上的泥土 再次推断岛上有人类居住 大家悄悄潜入进来 发现里面有上百名土著 紧接着部落的一名女孩就被抬了上来 像是举行着某种仪式 原始人在跳舞的同时 口中还喊着金刚的口号 最终大家还是没能躲过部落的发现 虽然言语上不通 但根据对方的行为举止 男主还是揣摩出了这些人的意思 首领打算用六个女人 跟他们换取女主 随着枪声响起 土著也被吓得四散逃离 夜晚四人在商议登陆方案 而男主却和船长有了争议 杰克的推测得到了证实 如果说部落有高高的栅栏 这也说明还有未知的生物 白天的仪式加上特殊的猿人面具 都足以证明小岛的危险性 人们口中的金刚 也许就是骷髅岛的某种神灵 然而就在船舱外 原本打算散散心的女主 却遭到了挟持 土著撑着夜幕的掩护 直接掳走了安妮 男主拿起甲板上的獠牙项链 知道大事不妙 而女主这边也被迫穿上部落的服饰 当地人继续白天的仪式 人们打开分地的大门 把女主送上祭坛 一切准备就绪 他们便在高台上吹起了号角 没过多久 丛林就传来了动静 就看一个体型庞大的猩猩 缓缓走了过来 原来这就是人们口中的金刚 当金刚来到女主身边 便拍起了胸膛 他拿起自己的战利品 满意的离开了部落 男主这边和船长带着几十名同伴 用枪声赶走了这些原始人 他们来到祭坛 当菲利看到身边的大坑后 这才相信男主之前的话 小队被分成了两组 一队人留在海边负责接应 另一队则继续寻找女主的下落 苏醒后的安妮打算逃跑 可惜每挪动一下 金刚都会阻拦自己的行动 女主还以为她只是怪物的食物 当金刚拿起自己后 只是单纯性的闻了闻 安妮在她心中就像是心仪的女孩 她慢慢放下手中的女主 静静的看着她 经过一晚上的探索 救援队依然没有一点进展 金刚带着女主来到瀑布 水流清洗了身上的泥土 她捞起水中的安妮 还用嘴中的气流 吹干她身上的水珠 男主这边来到山谷尽头 没等其他人走过独木桥 便遭遇了金刚的袭击 桥上的同伴一个接一个的掉下山谷 最终只有男主和对面的老黑活了下来 他躲进旁边的山洞 狭小的洞口成功避开了金刚的抓捕 临走前 金刚摧毁了唯一的出路 男主只能继续前进 杰克根据金刚留下的足迹 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另一边 船长随底率领工人队部落进行改装 他们打算在这里设置一个陷阱 到了夜晚 男主总算走到了终点 在月光的照射下 几座大山也显得格外耀眼 这里是金刚的家 他用硕大的手指拨动着女主的头发 看着金刚奇怪的举动 女主这才知道 他把自己当成了心仪的女孩 不料一只大蛇却突然出现 两只庞然大雾直接打了起来 女主趁机逃出山洞 还见到了不远处的杰克 两人也不管打斗的输赢 二话不说就逃出了森林 在山崖的尽头 他们也选择跳向海水深处 施工队进入了尾身 所有人撤离现场 并且关掉灯光 而一路追过来的金刚 也进入了巨大的陷阱 大机量的催眠瓦斯 让他彻底陷入了休眠状态 当金刚醒来时 自己已经处于监狱深处 为了捕获这个大家伙 船长飞地专门调动了军用战舰 他身为商业老手 对于赚钱项目有着敏锐的思路 男主的摄影技术 加上金刚对于女主的执着 和他演员的天赋 如果把这些全部搬到舞台 肯定会轰动全世界 自己也会赚得盆满钵满 但杰克却反对了这个提议 女主也陷入了纠结 大好前程就在眼前 而机会却只有一次 夜晚生气的金刚再次发起了脾气 好在女主安抚了他的情绪 军舰才没有被摧毁 几天后大家回到了纽约 安妮选择实现自己的明星梦 舞台做了上百名观众 船长飞地还原了岛上的剧情 让女主再次成为祭品 当牢笼打开后 所有观众都围观了过来 金刚被戴上了王冠 象征他是动物界的国王 记者围绕到女主身边 想了解事件的缘由 但他们的举动 却让金刚以为女主遇到了危险 这些看似坚固的牢笼 瞬间被撕成了碎片 人群也变得一片混乱 而船长飞地直接被踩成了肉泥 男主从人群中带着女主 一路逃到附近的地铁 找不到女主的金刚 就像是失恋一样 暴躁的他 开始摧毁城市的各个角落 逃跑的途中 杰克看着窗外的大楼 结合金刚的行走路线 便打给了政府 双方达成了共识 男主提供抓捕地点 条件是政府不能伤害金刚 在纽约的世贸中心 几座相连的大楼 在金刚心中 就如同是自己骷髅岛的家 打电话的途中 金刚却抓走了女主 他带着安妮爬上高高的世贸中心 而军队的志愿 也陆续赶到了现场 金刚来到顶楼 看着手中的安妮 再望向天空中的月亮 军队的攻击 让金刚意识到了危险 影片最后 当金刚放下手中的女主时 便被直升机打成了筛子 他从百米高的大楼 重重摔到了地面 记者们纷纷拿出相机 记录怪物死亡的信息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金刚把目光放在了安妮身上 这部1976年翻拍的金刚 等于是1933年的彩色版 剧情上几乎还原了第一版 而后续的金刚2005 包括之前解说过的金刚骷髅岛 很多地方都借鉴了老板的思考